葡萄牙,里斯本12日综合电,C罗纳多强奸案继续发酵 葡萄牙媒体最新报道,效力祖云杜斯的C罗要求调取酒店监控,以证实自己与凯撒林马约尔加上床为双方自愿 C罗9年前在事发酒店的游泳池放松,网际网路图片 因为据C罗称,在发生关系之后,两人一度回到酒店附近的Rain夜总会,并继续停留了几个小时 葡萄牙,陈油报,披露,C罗声称他和凯撒林马约尔加自愿发生关系后,回到了Rain夜总会,并在那里又一起度过了几个小时 C罗现在要求调取Rain夜总会的监控录像,这可以证实两人发生关系后又一同泡酒吧,从而粉碎强奸的指控 不过,该夜总会已经在2012年关闭,当年的监控录像是否还存在是一个未知数 西班牙某媒体则挖出9年前的另一张图片 图片显示C罗在拉斯维加斯棕榈广场的一处泳池旁放松 时间是2009年6月13日上午,而据凯撒林称,在12日晚到13日凌晨 就在这家酒店的顶层套房,C罗强奸了他 凯撒林马约尔加,又,2014年在拉斯维加斯做品牌推广员工作 网继网络图片 另一方面,C罗的律师近日发表声明 他声称C罗强奸案中出现的证据是经过修改的 而德国媒体,明镜周刊,也进行回应 他们表示有数百份文件可以证明自己的报道 明镜周刊,通过记者的推特进行了回应 他们表示自己的报道非常可靠 我们的报道经过仔细的研究 我们手上有数百份来源不同的报道验证了我们的消息 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文件不真实 和过去,明镜周刊,发布每篇文章时一样 我们仔细检查了我们的信息,并且进行了合法的审查 所以我们对消息来源充满信心,并且会坚持报道 同时,明镜周刊,也评价了C罗律师的声明 C罗的新律师声明文件是未造的,但是我们的文章已经发布两周了 虽然C罗一直否认强奸指控,但这却是他第一次反驳我们的报道 在发表强奸指控前,我们给了C罗他们回应的机会 但他们没有做,而是选择用律师威胁我们 如果我们继续报道会起诉我们,但我们还没有收到任何东西 我们会继续报道这件事情 回应的最后,明镜周刊,写道 只有马约尔家和C罗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判断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只是进行报告,我们只是报道这个故事的两面 当局将确定接下来的步骤,到目前为止 无罪推定依然适用于C罗 当局将确定接下来的迟通师威胁我们的旁选择用 迟通师威胁我们的迟通师威胁我们的努力